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汤圆和火锅料 三件同凹验出农药残留超标 其中一件还验出四种农药 卫生局呼吁民众 蔬菜除了多次清洗之外 也要反复换水浸泡 才能减低农药残留 记者蔡秀惠报道 冷酥酥的冬天 汤圆跟火锅都大受欢迎 新北市卫生局11月份抽验市售汤圆20件 火锅料60件及10件同凹 共90件食品 结果三件同号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 卫生局要求外规商品立即下架 卫生局科长刘君豪说 这次我们在抽了十件同号的部分 不管是在大卖场或是散装的部分都有 那其中有三件散装的部分呢 的同号被验出了农药 比如说像验出了 像芬普泥 达蜜芬 或是像四绿一本情等等这些农药的部分 那这三件基本上目前所查的结果 都是属于散装的 所以我们还在追踪 卫生局表示 由于不可可的产品都是散装 将追查后续来源 如查证属实 可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除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还 卫生局呼吁民众 购买蔬菜时要选择 具有良好幸运的业者 使用前要先将蔬菜 跟金岸凹陷的部分去除 并以清水多加清洗 之后浸泡清水10到15分钟 再换水浸泡两到三遍 最后料理前再用饮用水冲洗 就能减少农药残留 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 记者蔡秀惠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